漫画家来讲段子 说老王第一次去北京 刚出火车站 就遇到了一伙人在卖东西 神神秘秘的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骗子了 有骗的 有托 最后一顿忽悠 他买了一个糖瓷碗 这糖瓷碗是唐朝的呀 后来吧 老王越想越不对劲 花了几千块买了一个糖瓷碗 他犹犹豫豫的还是去警察局了 公安民警一看告诉他 你被骗了呀 老王还是觉得不对呀 我这糖瓷碗 他说不定真是糖瓷碗的呀 你怎么证明我被骗了呢 公安把糖瓷碗翻过来一看 角落里有一行小字 为人民服务 民警同志说 老同志啊 你以后记得 只要是写着为人民服务的 一定是骗你的 内涵段子 好 他每天快乐的画画 继续画画了 等会更新我的粉丝漫画 谢谢 发生了一会儿 行